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潘秀霞 我从事参与业已经47年了 对于在选材方面呢 是比较执着严选的 所以我今天要教大家 如何选择一个优质的好的鸡肉 那你知道吗 我们新加坡人年所吃的鸡肉 是33.3公斤的鸡肉 因为鸡肉是我们的那个主要的 每天的热肠的饮食很重要 我本身也是很喜欢吃鸡肉 那市面上有大家都是在卖那种 处理好的鸡肉呢 还是包装好的鸡肉呢 那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 在内在外在的因素 来选出健康的鸡 内在的因素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外在的因素是我们看得到的 那我们先来讲这个外在的因素 第一呢就是外观和香气 那个鸡肉你看呢 它是白里透红的 然后颜色比较偏粉红色 那有光泽 那肉质呢比较丰满 你看 然后呢有一定的那个弹性 趣味方面呢就是它比较干净 而且没有异味 那第二我们要选择这个包装的方式 那这个是市场上常见的这个包装 那老师呢建议大家用真空包装的这个方式会比较好 它会减少那个细菌的滋生 那第三呢我们要选择它在卖的时候那个储存的温度 最好是要低于适度以下的 那个鸡肉呢会比较保鲜 内在的因素也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家群这个鸡脂的生长环境 第一是要有干净的水啊 那还有优质的那个饰料也是很重要 那在那个无荣和可控的环境上面长大 那健康的鸡脂呢是大约需要 38天到42天的成长过程 才算是健康的鸡 第二呢就是施养的过程中呢 是不含那个抗生素和激素的 你知道吗新加坡的食品局呢是不允许食用的 生长技术的肉类呢进口到新加坡来 第三呢要选择低脂和挡布存含量比较低的鸡肉 为什么要选择KS Lacto Chicken呢 那第一呢因为它是有机的农场施养的 鸡脂呢是生长过程呢是不使用任何的药物 并且是可持续性的 在生态友好的农场的环境里面长大的 那第二呢是不含有任何的抗生素 它们是用那个乳酸菌施养的 乳酸菌是有助于增强了肌脂的免疫系统 那使肌脂呢不容易生病 所以它们不用那个抗生素 那第三呢是以普通的肌肉来相比的话呢 它较低于这个党固醇和饱和脂肪酸 是一个很好的健康的肌脂的选择 那第四呢它是听莫扎特的音乐 五点音乐呢有镇静的效果 它能够消除那个紧张啊跟焦虑感 那KS Lato Chicken呢是在无压力的环境下长大的 所以它是开心的肌肉 它的肉质会更好吃 那如何购买KS Lato Chicken呢 我们可以上网 或到其他的超市啊或网络的平台购买